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是2024年9月18号,星期三 美联储四年来第一次降息,就给市场送了一个大礼 一次降息50个基点 鲍威尔原来是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是直接用跳的,一跳就是两步 50个基点的降息并没有显著超出市场的预期 在星期二的节目更新中,我们已经知道了 今天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达到了61% 但是这样的降息幅度开启一轮降息周期 还是有一种阻止劳动力市场放缓已经非常紧迫的感觉 降息50个基点是大部分委员共同的意见 只有一个理事提出反对,这个人就是鲍曼 他认为只能降息25个基点 芝加哥交易所的利率预测工具是相当的精准 这个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可预测性 这个实际上就是美股牛市的一个基石 现在的失业率是4.2% 仅仅超过4%一些 那失业率的回升并不是慢慢来的 一旦失控就会突然上升 对宏观经济形成严重的破坏 为了控制失业率 这次美联储放大招应对 在利率期或预期的61%的概率背景下 采取降息50个基点的行动 可以说相对鸽派 根据美联储的会议声明 未来两年失业率将稳定而不是失控 这种统计图我们看红线 红线是预测的中位数 蓝色公字形区间是预测的范围 红线显示2024年是4.4% 比6月份的预测4%大幅上升了 这个应该是美联储大幅降息的原因 2025年的失业率将达到4.4% 2026年的失业率中位数回落到4.3% 远期失业率4.2% 对于远期失业率的预测 很可能是美联储的长期目标 也就是4.2 高于4.2% 他们就会倾向于放松一下银根 政策考虑的重点从通胀转向失业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对于通胀 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通胀 持续向2%回落的信心增强 就业和通胀双目标的风险 大致达到平衡 在鲍威尔会后的记者会讲话中 鲍威尔说 未来还是会逐次会议进行分析判断 还是meeting by meeting 在以后的决策中 如果是经济和失业率差了 那就松一脚油门 如果通胀回升了 就踩一脚刹车 FOMC将继续维持QT 也就是每个月还要继续 减持美国国债和资产抵押证券 一边降息一边收水 但我想量化紧缩这个操作 明年可能也会结束了 关于对未来通胀的预测 本次议息会议文件中也进行了披露 通胀在2022年见顶以后 2024年已经回落很多 美联储对2024年通胀的预测中位数 在2.3% 对核心通胀的预测中位数是2.6% 这两个数字都明显低于上季度末的预测 这种图和点正图一样 也是季末才给的 所以我们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一些趋势 在2025年通胀将进一步回落 红线表示的预测中位数 在2025年的整体PCE将是2.1% 核心PCE将是2.2% 这也是略低于上一次的预测数 在远期美联储认为核心通胀和整体通胀PCE将会在2026年达到2%的目标水平 而这一年包耶尔就要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面卸任 那看起来呢 他要在任期之内解决通胀的所有问题 美联储预测未来几年的GDP将会比较平稳 基本上就是2% 重规重矩 没有反映任何的经济衰退预期 逢季度末的FOMC会议文件 有一个拳头产品 就是点账图 点账图横坐标是利率水平 每个点代表一个人 蓝色点集中的地方就是美联储多数人预测的目标位 今天这个点账图表示 2024年的利率最终会落在4.25到4.5之间 也就是说还会有50个基点的降息 那么今年降息100个基点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接下来还有两次议席会议 分别是11月和12月 预计将各有一次降息 各25个基点 在2025年利率将进一步下行到3%到3.5%之间 两个区间都有6个预测点 因此可以说对明年的利率目标还有一定的分歧 将会降息4到5次 每次25个基点 到了2026年就降得少了 只会降1到2次 从我标出来的红色降息趋势来看 本次点正图和上一个季度的比较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降息的步伐加快了 先是一年内降的七七八八 未来则会利率平缓 远期利率预测看起来有点乱 从2.25%到3.75%都有点 美联储对5年以后的情况还是没有把握 毕竟经济形势顺息万变嘛 5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对于这个点正图 鲍威尔在讲话中特别说了 这个只是参考用 不是美联储的决策 而且说实在的 点正图会变啊 每个季度大家的想法都在调整 上半年我们看点正图就认为未来三年是稳步的降息周期 那现在就变成了要加速完成降息周期了 所以点正图得动态来看 而且连金融的最高指挥棒都会一直在变化 我们就要对今天看涨明天看空的善变表示理解 股市就是变来变去的 没有必要死要面子固执一个方向 接下来说股市的理解和影响 这次降息50个基点符合预期但偏激进了 上一次降息是在4年前 2020年3月3号降息50点 过了13天又开了一个会再降100点 当时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冻结 然后再往上推上一次降50个点是在2008年的10月8号 过了21天又开了一次会再降50个点 那到了2008年的12月又降了100点 2007年9月18号开始降息周期的这一轮呢 也是50点开局的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 美联署的降息周期也是50点开局 那看来用50点开局的降息周期 通常是在经济相当严峻的时候 那么今年的这一次真的是奇怪了 经济很好啊 鲍威尔下的降息50个点 然后一边还缩表 而且记得7月份鲍威尔还表示 降息50个基点不是我们考虑的 结果9月份它就降息50个基点 政策的难预测和变化影响风险偏好 有些资金不喜欢冒不可控的风险 而且以前用50点开局的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今年降息但长期债券却下跌 收益率上升 20年的国债上涨59个BP 收益率在4.08% 美联署的降息是控制隔夜利率 是短期利率 而且也不是一个不动的利率 会有浮动的 比如这次的降息完 利率要在4.75%到5%之间 美联署公开市场经理通过调节货币供应 把拆借利率控制在上下限范围内 长期国债利率是长期利率 美联署今天表示QT还会继续 那也就是说继续减持国债 虽然我认为明年这个量化紧缩也会结束 但现在不是还没结束吗 可能就受到这个影响 长债收益率反弹了 TLT预计还是有希望在本轮降息周期的宽松环境下 回升到110美元以上 标普指数在鲍威尔讲话时创出历史新高 当前标普最高点5689点 创下历史记录了 但是从两点钟一期会议结束 和鲍威尔讲话开始 分时图胡涨胡跌 最终日内收盘在全天低点 两点到四点的分时走势说明 市场对今天的政策还有点捉摸不透 一会儿觉得重大利好 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有什么风险 纳斯达克指数在降息50点利好时冲高回落 收盘在全天最低点 两个宽基指数今天的设计之星K线 反映出市场的冲动与纠结 这样的走势在短线上是看空的 现在是信息非常透明的时代 24小时内主流财经媒体会总结核心观点 到底今天的鸽派是不是乌鸦派 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我这边认为短空长多 调整一下再涨 美股里面最昂贵的个股是哪一只啊 当然非伯克希尔莫属 伯克希尔一股要68万美元 巴菲特的主要副职 伯克希尔的副主席阿吉特·贾恩 近期在抛售伯克希尔的股票 他出售了持有的一半以上持股 他在9月9号以每股69.54万美元的价格 抛售了200股 就拿到1.39亿美元 手上还有166股 这个可真是大胆 居然在巴菲特眼皮底下 卖出自家股票 莫非是想要退休不干了 嗯大家知道啊 外界原来是传闻格雷格·阿贝尔 和阿吉特·贾恩 都有可能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 但是最终巴菲特宣布了阿贝尔 那么阿吉特·吉恩也73岁了 成不了巴菲特的接班人 那准备退休也是情理之中 今年伯克希尔大幅抛售苹果 减持美国银行 现金头寸非常多 股神的这家公司 保险业务一半 投资业务一半 而投资界更看重的是投资部分 股价如此之高 又有计划退休 那么可以作为贾恩 卖出200股伯克希尔的理由 其实这样的高价股啊 每天成交量也就一两千股 并不是大众都能参与的 伯克希尔的B股 则是便宜很多 是拆细了的A股 股价高低并不是股价高估 还是低估的判断标准 有的股价高但是低估 有的股价三五毛钱都嫌高估了 伯克希尔一度突破总市值1万亿 是第一个非科技股 今生万亿市值的公司 但是这几天又掉了下来了 连巴菲特都觉得太贵啊 对自家公司的回购大幅放缓 二季度伯克希尔回购3.45亿 是2018年以来最小的季度回购规模 2020年下半年以来 平均每个季度回购90亿 和这个数字相比 巴菲特都不想高位回购 现在伯克希尔是在囤积现金 准备抄底 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 主张极高的安全边际 不冒险才能在股市里面活得好好的 那你看现在美股股指再串新高 这个很显然没有什么安全边际啊 我因为是日更的节目 所以还是以短线判断为主 巴菲特是十几年 一个轮回的在投资 他不会在乎 有没有最后一波行情 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看涨 有人看空 我们说吃鱼就要吃鱼身子 不吃鱼尾巴 如果觉得股市太高了 那也可以等一等 我相信观众都会有自己的角度 思路和判断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